传染病猴豆已经入侵台湾了 因为今天疾管鼠就有发现了 国内验出第一例猴豆的个案 我们来看到他 他是台南的男子25岁 他是从德国返台之后 就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症状 他包括了有上是发烧 还有喉咙痛 肌肉酸痛 以及起红疹等等的症状 经过医师通报 裁剪之后证实这是猴豆 那这名个案目前收治 是在负压隔离病房 我们就要来关注了 他是在6月16号的时候搭击返国 那么再过了几天 20号当天就发现了 身体有一些很不舒服的症状 包括刚才有讲的 肌肉酸痛 起红疹 另外还有鼠西部的淋巴肿大 那么隔天赶紧就医 后来呢透过视讯看诊 到院再做检查 那么在24号已经确诊了 就是猴豆 这也是我们国内第一起的案例 那么其实在国外目前已经有不少例子了 包括上次在英国就有793例 在德国也有592例 另外西班牙也有520例的病例 还有法国330例 以及葡萄牙 这些个案这些数字 其实都还在网上攀升当中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能就会想问了 那么接触者该怎么办 好这些案例呢 负压隔离病房仍购有匡例了19位的密切接触者 也要监测21天 机关署也要同步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全身出现一颗颗水泡触目惊心 传染病猴豆不但肆虐全球 现在更入侵台湾 24号机关署验出首例个案 1名25岁男性6月16号从德国返台 20号出现发烧喉咙咙痛 肌肉酸痛红疹等症状 6月22号就医水泡裁剪送验后确定感染猴豆 成为国内第一例猴豆境外入个案 在23号通报一次个案 并且我们安排入住负压隔离病房去治疗 卫生单位紧急匡列猴豆确诊者家人 医疗人员司机共19人为密切接触者 将要健康监测21天 目前接触者并未出现症状 因为这是台湾的首例 所以我们也会透过IHR跟这个世界汶组织来通报 主要是接触到感染者的这个呼吸道的分泌物 所以医护人员跟同住家人 事实上都是比较的感染风险 猴豆传播速度快爆发至今 病例在欧洲占84%最多 而继新加坡韩国后 台湾成为亚洲第三国猴豆陷宗国家 它的致死率只有1%而已 大概10到14天左右就会好了 像糖尿病 慢性病人比较要注意一下 而猴豆疫情是否会如新冠肺炎严重 目前而言的话 看不出来像COVID-19一开始那么的严重 包括了死亡率 包括重症率 但由于猴豆疫情逐渐在国际间扩散 机关手呼吁民众入境反国时 若发烧 红枕或起水炮 应主动告知航空公司及检疫人员 并做好防护措施 接下来台北台南综合报道 好 在疫情期间 可能很多人的情绪上面会有波动 任何一个小小动作都很容易被放大 在屏东万轮就有一名民众确诊 那么到卫生所去看诊 结果医师有要求他 把这个健保卡先放地上要消毒 但是确诊者看到这个动作 他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觉得自己的健保卡放地上 很没有尊严 有点被歧视了 甚至他还认为说 应该要拿个盒子去消毒会比较好 那么卫生所说澄清了 因为放地上是比较方便的 若直接拿这个酒精喷病人 可能比较没有礼貌 阿伯站起来听从卫生所医师指示 把健保卡直接丢地上 接着医师用酒精在地上直接消毒 再拿进去读卡片资料 消毒方式却让有些病患觉得很不舒服 有女病患在脸书po文 说被狠狠伤了一刻 当时戴两层口罩 携带快筛板 到屏东万轮卫生所 控诉先遇到一名制狗阿桑 说离他远一点要保护别人才对 之后换医师出来 大喊哪位看诊阳性 确诊者回是我 接着医师要求 一手拿快筛板 一手拿健保卡拍照数十秒 再要求丢到地上喷酒精消毒 确诊者当下觉得委屈鼻酸 偷偷掉眼泪 觉得医师可以用盒子装 为什么要丢地上 觉得很没尊严 那换在地上 是因为我在喷嚼过程 不会喷到对方 医师澄清这是消毒做法 但po文立刻引发网友留言炮轰 医者没有医德 傲慢与偏见 很糟糕的单位身心都受伤 医师解释这样消毒方便又快速 但做法似乎可以再调整 毕竟身体生病已经很虚弱 看诊被要求把健保卡丢地上消毒 难免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记者当初王书宏评宗报道 往往水层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 跟物品的行销 像我们中天全天摄影棚 都是不停的以水绳雾化器来喷水绳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随时喷的话 水绳水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都可以到快点购